而台湾虽然没有大雪清晰 但是今天跟前几天比起来呢 确实是比较湿冷了 这是因为封面正在通过台湾带来水汽 也因此今天北部跟东半部都有短暂阵雨 不过呢 跟在封面后的是东北季风 所以从今晚开始就会转为干冷的天气 那中南部日夜温差甚至会高达有10度以上 所以请观众朋友呢 一定要做好保暖 不见太阳光光露脸 北部开始下起短暂阵雨 路人也都纷纷撑伞 因为封面通过台湾随之而来的就是 阴雨绵绵的天气 由于封面通过带来比较多的水汽 所以今天白天呢 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水汽是比较多的 那南部的山区也偶尔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虽然白天会维持湿湿冷冷的 不过受到东北季风南下的影响 9号晚间开始就会转为干冷 温度也会有明显的变化 呈现越晚越冷的天气形态 今天的气温是呈现越晚越冷的清新 那到了晚上到明天清晨之间呢 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的最低温度 可能会下降到只有12 13度左右 明天由于干空气会逐渐的南下 所以明天的天气形态是比今天会转冷一些 如果想要看见太阳光光 可能就要等到星期三的白天了 气象局预估到时候天气就会转暖和 东北季风的影响也会稍稍减弱 这几天还是要注意日夜的温差 以免着凉了 雨天TV杨仁强 看阳青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